GV獎駐金 雖然是我覺得對GV或是對做公司有研究團大一步 因為就是彼此往彼此的領域靠近 這樣 好 那就歡迎任祥 請他來介紹一下他的計畫 大家好 我們是大和小七全民企圖公務團隊 我是作為工作室的任祥 我們的關鍵字是開放資料 標案隨機地圖 我們的目標是我們要整合政府的核酸相關的資訊 然後協助民眾去監督汽油的工程 先讓大家看一下這張圖 這是我們這四個月來的主要成果之一 這是我們去爬取了從2010年到2019年10年左右 就是所有跟核酸相關的標案的金額 然後我們把它聯繫起來 大家可以看到最紅的地方 大概是到121 也就是每年花了差不多12億在做核酸整支 那這類的這樣子這麼多錢花在這核酸裡面 到底就是它的效益到底如何 那左邊那張照片是樹梅坑西 在2011年的時候的照片 就是樹梅坑西是一條位在淡水主委的小溪流 然後它直接流入淡水河 那右邊是它在2015年的時候的照片 就是可以看到它已經被工程花 那這樣子的工程花當然它對排水 它對旁邊的災害的減少 可能是有幫助的 但是對於生態可能不見過 好那這是大概標案的流程 就是政府規劃或民眾通報 那主管機關就會編列預算去做審查 那它就如果審查過 它就會在電子採購網上面被公告 然後公告之後 公告除了招標公告之外 也會有絕標公告 絕標公告之後 就會有些說明會之類的資訊 然後就開始施工 所以在過去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看到這樣子的牌子 就是那個工程資訊說明牌 才知道說這邊要被施工 那這時候如果要想要再去關懷 或再去介入 其實通常是來不及 所以我們的目的就是 我們要把這件事情提早 就是關心這件事情提早到 至少提早到開標的時候 所以 對 好 那我們的平台大概分成這三個部分 就是Mathemos Mathemos 是一個通訊軟體 然後Wikidata 早上如果有聽Alan講的 就是 Wikidata是一個線上開放資料機 那這樣也就是我們自己也會架設一個地圖的平台 那如果你今天是個關心核酸議題的人 或是你也會使用圖字做分析 或會有積極在參與 核酸相關行動的人 就是都有不同方法可以參與我們的專案 那 那 Mathemos 為什麼選用Mathemos 是因為 它是開源的 然後 它是 就是它運作方法基本上跟 Slack 幾乎一模一樣 那 而 重量是因為它有中文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最後選用它不用Slack的原因 因為我們在跟 就是 核酸社群在討論他們的需求的時候 他們有提到如果用Slack 就是那個英文的介面對很多人來說可能會有障礙 那 這是目前Slack運作的成果 主要就是分成回報系統和表案通知的部分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就是我們的爬蟲程式 它去爬 那個當天 就是跟核酸有關的表案 然後 產出一個CSV檔會上傳到這邊 那Wikidata的部分 為什麼選用Wikidata 是因為它是表格化資料先寫的方式 所以它的修訂很容易 那它不容易被惡意傳改 因為 因為Google搜尋不到它 所以 你去惡意傳改它沒什麼意義 那既然Google搜尋不到你用 就是 它 它可以用Sparkle去爬 所以 因為它是極度資料 那 所以 所以這樣子對我們來說 會很容易的 可以把這些核酸資料爬下來 然後 用這些核酸資料當作我們的 關鍵字去搜尋標案 那最重要的是Wikidata 是CC0 那這是我們 我們這四個月來整理出來的 就是大概五百多條的資料 這是從Wikidata上面爬下來之後 再加上我們從政府那邊所獲得的資料 那方也有提到環保署那邊 水利署其它們有提供很多資料出來 但是 實在很難找 所以 反正我們就把它就是整理成一份 整理成一份表格大概五百多條 那這些 它們的在Wikidata上面 就是 都是位在中華民國的天然水道這樣 就是用這個方法去把核酸爬下來 那 爬下來整理完之後 我們用QuickStatement 再把整理好的資料回送 就是回填到Wikidata上面 就是因為那資料真的太多了 就是 除了出來大概三千多筆 所以 三千多筆的修改項目 所以我們就用QuickStatement 它可以批次修改Wikidata 那我們之前也和那個Wikidata 合辦了編輯句 就是 在5月18的時候在摩斯通聊 那就是基本上就是 教大家怎麼使用Wikidata 然後怎麼去修改核酸相關的資料這樣 那這邊的參與者就是 就是 還蠻多都是 關心環境 關心溪流的 那這個就是 大家第一張看到的 那張圖子的Wikidata 那 這就是從 2010年 1月1號 那個政府電子採購網啟用以來 到現在的 跟核酸有關的 所有標案資料 那就是感謝Ronyong大大的API 就是讓我們很快的 可以做這件事情 那其實 可以看到那個 它的發報單位其實真的是五花八門 我就舉一個很有趣的例子 就是 台南市殯葬管理所 好像那時候看到我想說 這資料應該是錯的 應該是抓錯的 結果不是 是因為有個公墓旁邊的河道要拖寬 所以資料就被抓進了 那這個是我們網站的線稿 就是 我們 我們網站之後大概會長這樣 就是 就是 不會像這樣 嘿媽媽這只是線稿 那就是 就是會有河川的水系 水系圖 我們會整理好水系圖 然後會有跟那個水系有關的標案 會被點在上面 那也會有 就是跟這些點 這些點的標案的詳細資料這樣 那同時也會有匯出 就是匯出圖資的功能 因為我們覺得我們這邊 這邊產出的東西 它應該要是以一個圖資的形式 可能是KML 或可能是Shape 就是這樣子才有辦法 進到GIS的軟體去做其他的運用 那接下來當然就是 我們的河川資料 目前整理好500筆 但全台灣其實大概有兩三千條的河川 所以這500筆是網網 就是 就是非常不夠的 所以就需要 大家 大家幫忙 就是 關心河川的人 一起來 編修這個 Wikidata上面的河川資料 你只要修好Wikidata 它就會被我們爬下來 當作我們的關鍵字 那再來就是 建設地圖平台 我們現在很積極的 在和設計師那邊 在溝通和討論 就是 接下來就是要把那個平台架出來 那我們現在也每 接下來也會每天運行爬蟲正式 然後所爬下來的資料 就像剛剛那樣 用CSV檔的方法 上傳在MetraMOS裡面 那當然 那個爬下來的資料 現在裡面還有一些 比較奇怪 就是它其實跟河川不見得有直接的關係 就不見得有關係的工程 那我們也還在討論 要怎麼把這些 這些過濾掉 那再來就是 我們所闡述的這些圖資 到底要怎麼有效的 使用 那也還在和專家討論 那最後當然就是邀請所對核酸 就是關心核酸的人 就是加入我們的MetraMOS 讓它活躍起來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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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 谢谢大家